周四 美国司法部声明 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田纳西大学诺克斯威尔分校 华裔副教授胡安明 他被控三项电汇欺诈罪和三项虚假陈述罪 若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75年监禁 根据美国司法部文件 田纳西大学诺克斯威尔分校 机械航空航天和生物医学工程系副教授胡安明 从2016年起 隐瞒与北京工业大学的隶属关系 欺骗并参与美国NASA一项计划 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总检察长 约翰·德莫斯表示 胡安明获得美国宇航局资助的同时 隐瞒了与中国大学的关系 涉嫌欺诈罪 这是涉及教授或研究人员 向美国雇主和美国政府 隐瞒与中国隶属关系的最新案例 我们不会容忍这种行为 省民表示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 禁止NASA使用联邦拨款 与中国或中国大学合作 为此 田纳西州东区法院检察官 道格拉斯奥贝表示 这些行为破坏了联邦政府 对中国和中国大学的资助限制 声明提到 美项电汇欺诈罪 最高可判20年监禁 和25万美元罚款 美项虚假陈述罪 最高可判5年监禁 若罪名成立 胡安明将面临最高75年徒刑 新唐人记者颜希纽纽约报道 cji互新唦 6月顶ジ托 9月7月1日